一包包的垃圾就堆在大馬路旁 這可不是過年大掃除 而是由弱勢個案家中所清理出來的垃圾 由於精湛人士在部分生活上無法自理 在家中堆積許多雜物 新北市議員陳鴻源與恆山行善團一不容辭 積極幫忙需要的民眾 精神障礙這一塊的話是弱勢中的弱勢 這一般所有的一個食善團體 也不太願意做的事情 那我們恆山行善團是針對這一塊 來做協助 那其實精神障礙這一塊的話 在全台灣光是看診的病例 在衛生署統計出來竟然有233萬人 那其實這個是會變成一個社會 非常非常大的一些問題 那如果有這些問題的朋友 我希望就是說能夠透過一些連結 跟我們恆山行善團來做一下link 那我相信我們應該會得到 各位應該會得到一些不錯的協助才對 志工們來自各地 不辭辛苦的幫忙有需要的民眾 分工合作打掃環境 起手八腳的搬運 在灰暗雜亂的室內空間中 不停的清掃著 用雙手拿起一堆堆垃圾 要將委託者家中環境打掃乾淨 這些個案在鄰里面在主要鄰居都是一個非常痛苦的事情 然後我們透過他們他們願意過來幫他們清理他們家裡面的一些垃圾 他們久而久之就把家裡的東西對峙跟垃圾一樣 所以有蚊蟲什麼東西重生 那附近的鄰居就會非常不舒服 台山行善團成立不過短短兩三年卻積極參與照顧弱勢族群 協助生活上種種不方便 也期盼社會各界持續注入資源 讓不方便的人享有方便 將愛心擴大下去 中央新聞羅志忠永和報導 你有張理由 跟你想緣了 我方就 Hugh 是的 是 渡